昏暗的灯光 恐怖的音效 还有亲历者的演绎 这是Uncloud针对澳大利亚年轻人发布的 打击电子烟运动宣传片之一 不久之后 类似的影片 海报 就将遍布TikTok Instagram等社交媒体 和类似行动不同的是 这次宣传的主力军是11名澳大利亚年轻人 23岁的Rachel在决定加入宣传队伍 了解到电子烟的骗局后 已经成功借引一段时间 在这11人小队中 有和她一样成功借烟的 有正在努力的 还有单纯想要出力的 他们的目的是想要通过亲身经历 打破人们对电子烟的幻想 宣传运动的发起机构 明德路基金会的研究发现 在14至25岁澳大利亚人当中 每天吸电子烟的人数超过50万 而这一消费群体的队伍 正在不断壮大 更令人担忧的是 电子烟市场早已乱象丛生 除了虚假标注 林天加尼古丁之外 上瘾反应对吸食者身体 造成的直接影响更为恐怖 对此专家表示 口头宣传外 各个环节的预防措施 也应尽快到位 中文字兰售 探索 中文字兰售 阅瓶 立法 中文字兰售